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南無阿彌陀佛 繼續學習《善道大師的淨土思想》 因為這個思想實際上是阿彌陀佛的思想 你說多麼重要呢 我們聖客說要往生西方淨土 阿彌陀佛的思想如果我們不了解 是會有麻煩的 所以這段時間的善道大師的淨土思想 都是很重要的 是很核心的思想 所以大家希望堅持來認真去聽 因為我們凡夫真是很難搞的 聽到好像有道理 那個講有些道理 是很難明白的 我們要相信我們真是凡夫的 所以要聽聽善道大師究竟他是怎樣說的 我們要以他為準 那就沒錯了 前面兩節都講到專修集修這個問題 上一節 集修集行有十三種的過失 十三種過失 善道大師就說 那些不專修專念的人 喜歡集修集行 集修集行的人 就有十三種過失 於是結果就慘了 往生不定 他又不是說完全沒有人往生 有 百時欺德一二 千時欺德三五 即是一百個人修行這個法門 可能幸好有一兩個往生 那現在就是我們現在很多的現象就是這樣 是吧 一輩子唸佛的 你看他好像很努力很精進 都有唸佛的 但為什麼不能往生呢 經常都搞不清楚 所以就有很多偏見解釋 善道大師說 百時欺德一二 千時欺德三五 一千個人呢 哎呀可憐了 只有三五個往生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是很大的 不是說他們不念佛 他們都念佛 但是為什麼他們不往生 這個問題就很重要 所以善道大師說 集修有十三種過失 上一次我們就講了十三種過失之中的前面四種 而在今天呢 我們就從第五種過失開始講 這些都是很重要 善道大師他怎麼說呢 他說 集修集行的人呢 雖然都有念佛 但是呢 是念不相逐 所以難以往生 就是第五點那裡 就是念不相逐 那念不相逐又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要用現代人的語言去解釋一下 所謂念 就是將我們的心念綁定在某一個固定的位置那裡 那作為念佛人呢 就說應該將心念綁在那句佛號那裡 就是我們念佛 叫我們專心去念佛 其實我們平時的念佛 念這句佛號 另一程的意思 是我們將我們的心 和極樂世界綁在一起 就是這樣 和阿彌陀佛綁在一起 所以這個系念這個系就是綁 綁東西的系 系念 這是國語的說法 我們廣東人很少這樣說話 我們將一些系念綁在那裡 我們將一些綁在那裡 綁的作用是什麼呢 沒有被它掉 沒有被它散 沒有被它走 所以用綁 給它繩子 給它綁著它 我們這樣想到 看到這個詞 就想到我們廣東話所說的綁 這樣就對了 就是我們的心 放在哪裡 和哪裡綁在一起呢 阿彌陀佛 極樂世界綁在一起 這樣就叫做系念 雙俗 但是雜修雜行的人呢 不是嘛 他因為他本身 我們明白 雜修雜行 就是他不是念佛 他搞了其他東西去的時候 他的心就是去了那裡 去了那裡的時候 就和這個名號不相應 和阿彌陀佛不相應 和極樂世界又斷了籃了 所以叫做系念不相足 本來這句名號呢 就好像一條繩那樣的 你當他是個理解成這樣 那我們念這句名號的時候 它就好像一條繩 和我們綁在一起 和阿彌陀佛極樂世界 和阿彌陀佛極樂世界 綁在一起 但是你不念這句佛路的時候 就斷攬了 就是這樣的道理 所以呢 善道大師很強調專修 他的道理就在這裏 他很怕我們搞三搞四的 搞雜修雜行那些 他很擔心我們 因為上面講過 百時希丹一二文 一百個人修行的一兩個往生 一千個人修行 有時只有三五個往生 很可悲的 本來念佛是萬修萬人去才對的 為什麼有些人又去到 這麼多人去不到 原因就是他的心 沒有真正在阿彌陀佛那裡 沒有在極樂世界那裡 搞了其他世間的東西 世間的法 搞了就算不是世間法 其他修行的方法 搞了其他東西 搞錯方向 那這個是善道大師很著重 很認真地跟我們說的 譬如 他說 如果我們的心 跟阿彌陀佛綁在一起 我們就等於 用人世間的 一個情境去表達 就是說 你能夠在那個沼澤地上 阿彌陀佛都能夠把你拔出來 我們香港就好像很少 那些沼澤地 地方小 不知道有沒有 我也不知道 在新界的地方 不知道有沒有 因為我們以前在鄉下 就是有的 那些沼澤地 就是你看下去 好像可以走過去的 但是當你真的一走的時候 那些人就不由自主 就在鄉下沉 很多人會害怕的 我們以前的小孩子 都經常走過去 玩 因為知道他的特性 就小心一點 去到那裡 就小心翼翼 沒有在他們停留那麼久 一去到那個位 就移動 移動移動 是可以過去的 當然每一處的沼澤地 都是不同的 我們那裡 那些沼澤地 就是這樣的 小孩子在那裡 去玩 走遲一點 就沉下去了 所以大人就千叮粥 萬叮粥 千萬不要去那些地方玩 很多時候 那些什麼 那些 豬啊 其他那些 自養的那些動物 在他們 浸死 藏了下去 因為 他走到那裡 他越壓越大力 他沉得越快 你以為快點走上去 不是的 你壓得越快 越沉得越快 因為他那些很蓬鬆 下面是很軟的 那些地 所以我想到這個 他講沼澤地 我想一下 這個比喻是挺貼切的 我們人是一樣 現在人世間 每個人都很努力 工作 努力賺錢 努力 供樓 努力做這件 做那件 其實小孩子 可能你過分地努力 可能是越來越差的 因為你可能不夠分 可能搞壞了你的身體 可能得罪了很多人 因為是為了你自己的利益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在做這件事 所以為什麼我們人 經常都出來不到這個世界 因為我們為了自己 那些小小的利益 我們真的情不至今 其實就是一個沼澤地 我們越硬得大力 沉得越快 我現在發覺也是這個問題 現在社會上很多人 是吧 很努力 原來他傷害人最多 殺生最多 墮落最快 業障最重 所以 最後那幾年就難過 對不對 所以老人家罵人 以前我們鄉下罵人 我不是很明白的 小孩子 因著最後那幾年 什麼意思 怎麼說這些話 不明白 因著最後那幾年 罵人 那些大人 吵架 你們香港有沒有聽到這樣的 都有的 我們是廣東 都是廣東地區 有這麼說 開始小孩子 不明白 大了之後明白了 那些是沼澤地 那些人 那些人 就等於走到沼澤地 那裡 你靠自己 你搞不定 搞不定 你是沒辦法靠自己 拔回 能夠走上來 那這個呢 是 講到那個 那些人 那些人 一個呢 就是講 心的 雙俗 另一個呢 是講 行的 雙俗 那下一條 呢 憶賞的部分 主要就是講 行的 那個雙俗 那其實呢 兩者是很相關的 密切相關 因為行是要靠心的 對吧 心相俗呢 主要就是講 我們的心 要歸名阿彌陀佛 但這件事真是最重要的 你經常說信佛信佛 你有沒有真的歸名阿彌陀佛呢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很多人 未必真的做得到的 未必真的做得到的 歸名阿彌陀佛 坦白地說就是 你想著 阿彌陀佛 你要跟阿彌陀佛有一種溝通 不需要跟任何人說 你跟阿彌陀佛說 阿彌陀佛 我什麼時候走都可以 你什麼時候來接我 我都可以走 我什麼都放得下 這個是真正歸名 真正歸名 但如果做不到呢 整天都停留於 有空念幾句佛號呢 你的心 不到位呢 其實是屬於不相族的 所以認真看善道大師這些 雖然我們說往生是很容易 很容易的意思就是 你歸名阿彌陀佛之後 是很容易的 你都不想去 你都不歸名他 那你怎麼容易呢 我們有時候沒有斷章取義去理解善道大師 善道大師說的 其實呢 是很重要的 他的法義 他不是說你練佛有多少功夫 練得多厲害 練了多少多少 他都不是很強調的 最強調的就是 你要歸名阿彌陀佛 你真的相信阿彌陀佛能夠救到你 你是很想去他那裡 你是相信有極樂世界的存在 我這世人我一定要去 那既然你真的一定要去 為什麼你還在那裡執著 辭去祖去的問題呢 尤其是那些老菩薩真的是 在那裡 你能夠來到佛堂 證明你還可以動得行得 食得 你現在起碼還來得到 聽得入耳 你真的要明白 到你在醫院裡躺在那裡 你真的來不到的時候 那些人呢 就是講恩怨的了 有時候都不方便 不一定去探討你 和你助練 很多恩怨 可能我們在開法會 可能去了殯儀館 世界的羡慕那麼多 剛剛你就是沒有辦法去幫你 所以我們真的這樣 不要經常依賴別人 一對自己的心內心 要歸名阿彌陀佛 一貴永貴 一信永信 永遠都信 不要今天信 出了門口又不信 今天信 明天又說不信 那就反覆就不對 所以呢 這裡就是說 一信 永信 一念 永念 到生命最後一刻 我們的人生 逐一說 天氣 我都不退卷 我都信阿彌陀佛 這樣這個心呢 一發起 自然就是相逐 任何人都一樣 一定是往生的 一定是往生的 我就是要去阿彌陀佛 最難聽一點 用人的說話 哎呀我死 我都要死去極樂世界 這樣就對了 其實去到極樂世界就是生 死是這邊的現象 生就是極樂世界的真實的現象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走就有點不同 他剛才說的心 現在說走 走就每一個人的根基都有點不同 所謂根基不同 有些人真的 念佛比較容易定 比較容易攝心 根基不同 有些人呢 又不是的 是比較難攝心 妄想執著比較多 孽障比較重 這就是走的不同 就是根基不同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只要你專心念佛 恩勤念佛 日夜都有念 善道大師在這裏也有個開示 他就說我們念佛 其實不是只集中在一個時間 練完 例如早朝有些 我早朝有空 我只是早朝練完 就不理會了 我就覺得其他時間 就打麻將 做其他事情 看電視 逛街 他說這樣也是不對 平均起來 日夜都是有念佛的 沒有只走極端 只是早朝很短時間有念 其他時間又沒有念 又不理會了 搞定了 算了 其實這也不好 這也不好 這也要注意 起碼臨訓前一定要念 吃飯之前 吃飯之前 為何要強調大家 要念用餐計 因為那裏 你和阿彌陀佛相應 還有你也有念佛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 你平時都已經這麼難不花時間念佛 你三餐你一定要念佛 因為固定時間你都不念 在臨訓前要念幾句都好 即是把你念佛的 平均一點 不要只說早朝要念幾句 這樣就懶了 整天都不念了 善露大師說 這樣就不好 做不到那個是念 做不到雙俗 斷了 只要原生心狠切 自然念念雙俗 最後這個大的講法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心的雙俗 心的雙俗 你自然走就雙俗 即是你都歸名阿彌陀佛 你這麼認真 你覺得世界真實存在 阿彌陀佛一定能夠救到你 脫離這個苦海 你想想 這麼大的利益面前 假如你真的相信這件事 你其實不可能沒有時間念佛 你想想 怎麼會沒有時間 這麼大的利益在面前 是吧 剩下小小的柳子 你都勃心勃命 打費幾份工去應付 為何祈樂世界這麼美好 永遠在這裡享福 生命的最高層次 你反而是得不起心肝 來找些時間去念佛 所以說不過去 實質上就是現在這個問題 就是心的問題 未歸名 你跟阿彌陀佛說 這個不用跟我說 不用跟別人說 有時候靜點下來 在家裡或者在禮法都可以 你在雷心跟阿彌陀佛說 你說阿彌陀佛 我這輩子 我一定要去你那裏 我這條命 我交給你了 你幫我安排吧 你叫我何時去 我就何時去 開開心心 不要放棄 你如果真的這樣發展這個心念 一百個一百個人去 萬修萬人去 這個我們要明白 所以這個雙俗的人 主要就是講那個心 那第六點 現在就接著講的 都是雜修雜行的人 他第六點最麻煩 因為他雜修雜行 他的憶想就間斷 那憶想是什麽呢 憶想就是我們的思想 思想 但主要是指導行動的思想 因為前面的系念 就是求生的心 那方面 現在這個憶想呢 就是憶念思想 是屬於起行 指揮行動的那方面 就是大陸式 就是我們的大陸式 那個想法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和那個前面 那個第五點 那個呢 是互相增上 剛才都講過了 就是你的心 能夠引發你的行為 而行為 念佛念得多 又反過來 又會幫助到你的心 所以我經常都說 我經常都這麼多妄想集念 我經常是念 好像沒有什麽大的改變 師傅 怎麽算好呢 有什麽辦法呢 念佛 又念佛 我就念了很多 不夠多 還要念 就是這個道理 因為我們 你念得多的時候 你自然 你不知不覺間 你是影響到那個心 你開始 它不斷變化 我們是凡夫 在一個無常的世界 其實 什麽都在變化 我們不知道 你有沒有發覺 我們任何一種職業 哪怕你是做哪一行 你開始做的時候 你覺得自己都沒有什麽進步 當你做了幾年之後 你現在很熟手的時候 我告訴你 為什麽你會這麽熟手 是因爲 你之前無數次的不熟手 累積疊加疊加到最後熟手 好像我們的月中 為羅、月中們 都是 打鼓的 為什麽它現在這麽熟手 它是由開始 很不熟手的 每一下 加起來 到現在變成熟手 道理是一樣的 有誰為了拿一條鼓棍 就能打倒呢 有幾多個呢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唸拼是一樣 我們唸一下 唸一下就越來越順 越來越 越涉心 越來越有發起 它是有一個過程 善道大師呢 在講到這個 這個 益賞的時候 他也提到 五門相逐 坐三一 這個五門 就是我們以前講過的五行 所以五正行也是很重要 善道大師的思想裡面 他說 這五正行 雙族能夠幫助我們 達到 《觀無量壽經》所講的 往生的條件 在《觀無量壽經》所講的 黃先生有三心 這裡的三因 其實就是三心 三心 所以 善道大師的思想 其實是貫通的 我們細心去理解他所講的 他明白 那個心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譬如 他講到一個間斷 我們剛才說間斷這個問題 就是念佛 沒有間斷 那間斷的意思 我們知道就是間隔 中斷 或者中斷 斷開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那些地下河 地下河很有趣 有一段 明顯看到一條河 好像河 就不用說了 有水在流 但是 沒有一段 又沒有 見不到 又可以走人 又好像有泥地平地 那裡就沉了下去 我現在歷史上去了 我們現在這個 廣珠澳大橋 廣珠澳大橋就是這樣 海底隧道說 它沉了下去 但是這種情形 它又不是真的間斷 雖然你表面看不到 沒有了橋 那裡 好像沒有了 突然間那些車在那邊 又上來 因為它是沉了下去 隧道 所以這種情形 它就不算間斷 善律大師 打了個比喻就是這樣 所以 心也不友善 我們講到這個問題 就是等於什麼呢 我們有時候有些人說 這樣很難的 怎麼可以不斷 吃飯也要 又要睡覺 你說的就是這個問題 這個是正常的 當我們睡覺的時候 那些不算我們間斷 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做事 計算數 不算間斷 怎樣算間斷呢 明明大把時間的 總是不想起那句佛號 總是喜歡開著電視機 游魂 將靈魂出賣給電視機 總是不願意向往極樂世界 不願意和阿彌陀佛聊天 喜歡和電視機聊天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這個我們真的要深思一下 不是說讓大家看電視 適可而止 但有些人 經常在電視機上游魂 經常都是這樣 那就大件事了 如果作為一個連佛人 告訴大家 真的不好 是壞習慣 看少許吧 凡夫絕對不看 叫你不看 你也做不到 不過真的沒有看那麼多 我們是人嘛 凡夫 嚴張在寵 所以說到這個習 這裡還有一個比喻 習修我們很反對 為什麼呢 就好像一些導線 我們現在知道 那些電線 大家知道那些電線 多數是用什麼做的嗎 那些電心 那些電線的心是什麼呢 很多是銅 如果你在那些電線 在銅之間突然間加了一些索料 有一段 不要說多少 一厘米而已 弄出一厘米的膠 那這條電線就沒有用了 通不了電嘛 所以這個道理是很顯淺的 希望大家重視 希望大家重視 即是我們哪怕 有時候是斷開 是因為睡覺 做事 那些斷開 那些是正常 不要因為雜修雜行 而將念佛法門斷開 你真是往生不定的 不是嚇大家的 很多人不能往生就是這個問題 雜修雜行 第七點 回緣不恩重真實 那這個又是怎麼說呢 因為在《觀經》裏面有說到三心 就是智誠心、心、心、回向、發源心 那這三心呢 善道達師就說 如果少一心都不能夠往生 少一心都不能往生 所以心是有多重要 而回緣就是回向、發源、求生、西方淨土 你都不回向、你都不發源 你的心思 雜修雜行的人 其實說真的 你說他有沒有想過往生呢 其實也是有的 要不然他就直接不信佛 他也不會念佛 所以你說他不想往生 也是不可以這樣說 他也是想往生 問題上他的方法錯了 他的思想錯了 這裏修行念佛法門 善道達師就很注重那個尊 我們經常讀到那些發言 尊、尊修、尊伏尊 這個很強調 原因就是人的心 我們那些慣性 我們是很難搞的 我們真是很容易集收集限 那些外縣 你又跑去那裏搞其他事情 這個是我們人 唐朝時候的人都是這樣 現在的人更加嚴重 更加嚴重 所以這個問題呢 是非常之重要 在念佛法門來說 總的來說 我們明白了道理之後 就不要去夾襲 不要去用其他法門的東西夾襲 更加沒有用其他法門的思想 來講淨土法門 你一這樣你就犯大錯了 其他法門的人說 沒有辦法 他不是靜土法門的人 他不是收這個法門 他不知道靜土三經怎麼說 他不明白阿彌陀佛的救度 情有可原 他們不知道 但我們罪座的各位 你們個個都是念佛人 念佛人不可以這麼糊塗 不可以去聽其他法師 講靜土法門的人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不可以聽其他的所謂大德 去講淨土法門的人 他沒有辦法講的 唐朝 徐朝 南北朝的時候 高中大德背出 那個年代 你看看 地位這麼高的大法師 都沒有辦法真正理解到阿彌陀佛的救度 你何況今時今時今日的人 以前的人都犯了這麼多錯 還要善道大師 要看定古今 專門寫《觀經》《四叠數》去解釋 告訴其他人 沒有搞錯 可想而知 這些問題 不是我們一般的凡夫 可以知道的 我們是很無知的 很容易 被其他人所干擾 可能其他人 他未必真的心是想壞 是想你壞 想你不好 不一定是這樣 他們都是很深 他們都是很深 只不過他的能力有限 他的知見有限 他自然就出偏差 他用他偏差的知見 灌輸給你 你又聽了句話 你就難搞了 你就變成了剛才上面說的 百時欺得一二 千時欺得三五 那就很可悲了 一千人修行 這個法門 一千人修行 一千人修行 只有三五個去 因為這一千人修行 很喜歡搞其他修行 很喜歡搞其他法門 很喜歡搞手印 搞花款 很喜歡去念咒那個咒 很喜歡去那裏 搞這場法事 那個法事 又說什麽放下鹽口 又說搞些什麽 這裏不是說放鹽口不好 不是這個意思 你不要聽錯 放鹽口 他們屬於放鹽口的法門 他們要放鹽口 是對的 念佛人 放下念佛 不得閒念佛 聖下走去放鹽口 大錯特錯 你就是奸斷了 你就是雜修雜修行 就是這麽嚴肅 就是這麽難搞 就是這麽難命 你走去問任何外面的師傅 問任何師傅 放鹽口好嗎 當然是好的 怎麽不好 是好的 是佛法來的 靜土法門是一個難信之法 亦都是難講之法 是很難講的 一講到具體的事 又會得罪好很多人 得罪好很多人 因為我們又沒有辦法 不講到 有時你們都是明萬不靈 日復如是 今年是這樣 前幾年是這樣 過到現在又是這樣 我講的是思想境界 但是你的身體比以前差很多 我看到很多年幼已經是 以前是很精靈的 現在你走龍已經很快 幾年過去 時間就是這樣無情 你還不知道珍惜 你還不去提高的境界 你還不去聽善道大師說 真是很難的 我現在不是說那個年幼 整體地去講這些事 就是有這樣的現象 因為我們講法 希望大家明白那個道理 明白那個道理 大家要知道 是很重要的專心 因為時間很短 所以神道大師 就叫我們用很短的時間 有限的生命 多些念佛 無非就是這樣 越多念佛 你與阿彌陀佛相應 就沒有間斷 就與祂相應 與祂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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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定是萬修萬日去 大家有信心 這麼生往生紀錄世界嗎 有 這邊有得最快的就是 佛家 給我一點掌聲 你不要看是這樣的 你真的想都不用想就回答 是個心出來的 你為什麼不回答 你就在想 你在想 你就不可以直接 你的情數還未夠 你不夠情數 你就是這樣 你整天都是有障礙 什麼都想過度過 去祂相應 你都想過度過 所以到時候 阿彌陀佛來 你不是發起 你是 阿彌陀佛 不要住 遲一點 先接隔壁那個 隔壁那個 隔壁那個 你想想 你多麼傻 真的 我真的跟你說真心話 雷心的事 你自己知道 你就是貪生怕死的人 告訴你 你很難去極樂世界 坦白地跟你說 平時只是貪生怕死 你要改變這個壞族觀 為什麼要貪生怕死 死便死 死便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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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極樂世界的人 你是阿彌陀佛的人 所以我知道 我現在說這些 我都要多說兩句 真的 很多人現在晚上很害怕 你自己問自己 你要改變這個壞族觀 你與佛相認 你害怕什麼 對 給你一點掌聲 沒有什麼害怕 對 你也可以 對 我相信你 往生 真的 是心的問題 你以為你是什麼問題 搞來搞去搞去心 有些人現在是要點燈 整晚點燈 睡覺 我知道 包括我們的年幼 為什麼怕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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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底 怕黑 怕什麼黑 就是怕鬼 你一個念佛人 是怕什麼鬼 你想想你是不是念佛人 在那一刻已經不是念佛人 你知道嗎 你已經和極樂世界隔斷了 你鬼這麼低層次的生命 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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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怕他 是嗎 他哪有魂行 他一隻鬼 吃都沒口好吃 喝都沒東西好喝 多寒酸 多辛苦 多命苦 你居然害怕他 你可憐他 OK 不同 你不是害怕他的 時間關係 今天就講到這裡 阿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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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滅